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后在前朝失了倚靠 也感叹皇上行事愈发老辣 索欣在姜太一的搀扶下已经能下地行走 姜太一提起皇上的赐婚 可索欣并不同意 认为姜太一有大好前程 如今自己残废 会连累他坚持让姜太一离开 夜里如意来看望索欣 索欣身穿嫁衣 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出易坤宫 索欣与姜太一拜别如意 在宫门口离别之时 李玉特地换了职 赶来送别索欣 称自己会在宫中好好照顾如意 送给他们五十目良田 作为信婚贺礼 二人都十分感动 家贵人在宫中弹奏伪琴 想起皇上曾经最喜爱自己弹琴 如今却许久不见自己 家贵人决心一定要夺回宠爱 燕婉晋升嫔位 成为了义公主位 内心百感交集 皇上感慨 燕婉平平无奇 只是此事如意受冤 他能极力求情 理应得到嘉奖 皇上又想起家贵人 皇上希望如意理解自己 下令赴家贵人为家贫 皇上如意与一欢一同用善 如意提起 大哥的身体如今一日不如一日 希望皇上能去探望 皇上称 大哥的病是源自自己的心思重 自己已经让太医前去 让她好好休养即可 如意仍是放心不下 皇上便令如意和纯贵妃前去看望 大哥梦到了额娘 醒来后再一次吐血 还声称要去找孝贤皇后理论 第二天 大哥快要不行的消息传来 如意急忙来到了永皇床前 太医为大哥服下提神的药 大哥强打精神 想要单独和如意说话 大哥称自己对不起如意 还曾经动过算计如意的心思 如今便再也不能尽孝 大哥对如意说是孝贤皇后害死了自己的恶娘 如意劝永皇这是宫中的留言 永皇坚称这是有人亲口对自己所说 如意询问是何人所说 永皇临死前声称是家贫 随后便没了气息 这时皇上赶到 却仍未来得及见永皇最后一面 皇上丧子十分心痛 如意来见皇上 皇上说